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2日 國際認可 人民認可 不知道是什麼人民什麼國際 首先先講講的是加拿大大選 都說了卡斯杜魯多 我不知道啦,因為是東方播出來的,到底是不是陳哀樂定的時候我們先說啦,但是東方就加持這個卡斯杜魯多啦,我不知道喔,如果你說他不是高級那些,有這個連任之勢的時候,那會不會幫到他呢?還是倒米壽星呢? 反正你都連任的啦,那不用我們投啦,會不會這樣,我不知道,但是這裡,來自東方的信息,再加上卡斯杜魯多,是有這個老虎機仔和遊帝魔法變變變的嘛,那所以是不是好像這個卡利芳尼加州那樣,又是這個柳森成功連任呢?我們拭目以待啊,這裡東方講到,執政黨領先大選,卡斯杜魯多,細章再連任,那他用什麼 啊,推斷到呢,就是總理各樣的那些嘛,是講緊的,其實可能加拿大所有的華僑啊,都已經被發動起來啦,所以我就說啦,有時候,除了生仔要拿牌之外呢,啊,很多東西都要拿牌,這個眾議院的選舉啊,執政黨,自由黨,啊,在派了很多錢之後呢,誒,成功獲得158席,就是目前啦,那你說會不會出現拜登曲線,扭轉這個結果呢,這些啊,是有雙重標準的啊,如果卡斯杜魯多,就不會出現拜登曲線,扭轉這個結果呢?這些啊,是有雙重標準的啊,如果卡斯杜魯多,就不會出現拜登曲線, 如果其他人呢,才可能出現拜登曲線去反超前的嘛,那所以我就說啦,加拿大啊,啊,其實是,實情不需要人家動用到,啊,這個老虎機仔,都可能已經是一面倒了喔,那沒辦法的,雞腿打人牙較遠了嘛,再加上啊,吞前來的選舉,很明顯,啊,就萬無一失啦,所以其實,就是當日,有很多人跟你說,他不行的啦, 那我就跟你說,就是正如很多人說,林鄭,啊,已經大勢已去啦,呵呵呵,OK,好,那你想聽哪句啊,是啊,他大勢已去啦,啊,就來,就是那些叫什麼啊,長遠就似乎你好的,但是短期來說呢,所謂的短期啊,那首先短期是包含兩樣東西,第一樣東西就是,Severity,就是嚴重程度,你不知道,啊,嚴重的時候可以去到哪裡的喔,可能各下啊,只有100個IG粉絲,啊,都可以, 可以,剝奪你的自由的喔,第二,就是講,長期利好啊,講的利好,只不過是,可能沒有現在那麼差的,不代表,可以恢復往式的光榮,其三,跟你說短期啊,其實就就是說,你那些股票,突然之間,啊,跌到含含含的時候,變了蟹貨,跟著很多人呢,啊,就會,用四個字去催眠自己,那些呢,就叫做,長期投資,那如果各下那麼多長期投資的時候呢,就真的很難說啦,所謂, 動之以情,就碎之以理,啊,我都不要啟樂,就是這樣說啦,如果你有能力,啊,可以保障自身安全的時候,當然就是盡量保障安全的啦,萬一沒有能力就沒得說的,但是又萬一啊,你是因為,啊,有很多事情各捨不掉的話呢,那你就要審視一下自己的成本,俗語有韻,好男不與女鬥,為什麼啊,發起脾氣上來啊,就不講道理的了嘛,不是我說的男女關係,啦,東方呢, 跟我是一樣的說法的,他就說,強硬防疫偵測是得分的咯,我都說那些加拿大人,是完全呢,浸浴在這個派錢的氛圍裡面,都不知道多開心,所以那些人呢,想移民加拿大我是不明白的,到其是,加拿大會變成一個什麼的地方呢,不敢說的,所謂的政治豪島,啊,就一方面大灑金錢,另一方面,用經濟的利益,以繁明去剝奪安定, 又或者不是啦,有些人不當自由是安定的一部分的嘛,而事實上,沒有得否認的一點,加拿大在沉睡方面,是完勝的咯,有朋友說,喂,不要不斷祈落這個加拿大好啊,不怕流失聽眾啊,那所以呢,嗯,這裡我們不要繼續說下去了,對啦,就是有時候都要見識一下,是吧,那總之今次卡斯道路多就開心啦,投票站那裡,數目減少,跟著怎樣啊,大排長龍,那有些人,而麻煩就不去咯,很多時候都是這樣, 那最重要都是經濟利益,有經濟利益啊,話知李康明海,大部分人可能想著,嘿,我都不去那裡的,最多啊,網購一下啊,所以康明海不關他事,那我沒得說的,啦,就是不要再說了,再說趕客的啦,那不如呢,啊,講下我們的馮合國,是啦,我不叫他做聯合國,叫他做馮合國啊,喂,最近啦,有些人就加持啦,說東星班是好人來的,啊,我就,就是,看定點啦,看定點啦,其實,兩虎相爭,啊,就不代表 另一隻老虎是好人的,啊,這裡啊,咦,聽完這個,王毅一夫說的說話啊,這個叫,Suchel Sahin,不知道什麼名字啊,我給半個樣子你好了,如果不是呢,我又不明白,固貼你都endorse了啦,啊,又要訴全相的時候呢,啊,走去,又黃標一番的啊,其實你們都招手指尾的啦,不明白為什麼啊,作個樣子都要,Anyway,那這裡東星班就說呢,繼續爭取國際認可,這個東星班的發言人,咦,啊,已經 已經獲委任啊,成為諸聯合國大使,現在呢,就要求在大會上面發言啦,哦,原來,東星班都有權發言,你又知道馮合國多厲害的啦,真的哦,自從拿到柯富汗首都壓布爾之後,東星班得到王毅一夫的加持,得到拜登的800億器材,哇,已經是氣勢啊,一日無兩,現在說的,大家又到一局啦,他到底發不發言,就在9月27號時候,聯合國,啊,都是叫回馮合國, 馮合國就開大會啦,就會提名啊,這個東星班的代表,作為那一大的諸聯合國大使,取代原有那個,沒辦法啦,已經流亡啦,是不是?看憲帝哦,那啊,沒得做大事的啦應該,情況跟當日,各共商真的是一樣,爭取聯合國的代表權,整套東西一招搬到東星班就行咯,王毅一夫只需要啊,靠一些歷史文獻,當日是怎麼做的,直翻做阿拉伯話,對回去那邊,perfect,一拍手 其實當日,逢了這隻紅七公入去,就是世偉入面,有這個譚黑蓋,找一個哀塞俄比亞的來,已經知道是什麼款啦,所謂世界衛生的質素,這兩年有目共睹,就給些衛生你嘆,今時今日,給些東星班來嘆,遲下,全部變了海鮮,聯合國秘書處那裡,發言人方面已經證實了這個消息,不過,他們暫時來說,就說,審查成員資格的那些成員國,在會議之前, 目前可能未有共识,哦,就是都要那几大在这项头先是吧,那所以目前呢,未必可以做得到,但不要紧要,你知道为什么吗,至少他敢争取哦,此其一,此二,就是等于,我经常都说了,你选美各样,有些Quality那样东西的嘛,哦,原来余花到最后,都入到外围赛哦,那你到底是不是选美呢,都不出奇,就说了,你有你讲,他有他讲而已嘛,当日美国有人权问题,其实你拜登自己都顾不了啦, 自己国家,那那个言论自由是如何呢,是怎样对这个特朗普总统呢,对于那些民众1月6号时候,你又是怎样对待他们呢,哎,你说香港有国安大法而已,美国同样的,当日都是以这个为由,咦,捉了,没有审,但其实呢,可能只不过是很轻的罪来的而已,就可能告一下你非法集结啊,一些私人土地啦,他说私人呢,还要问大部分人,第一时间想的就是,喂,你联合国,不是一些很grand的东西来的, 为什么呢,啊,会,就是那个人成份不良各样的时候,甚至乎啊,国际供应的啊,是一些会用极端手法,去对付平民的组织,简称那四个字,YouTube又是会黄标的四个字啊,那既然如是,喂,他是应该,申请的资格都没有的嘛,但是实际上呢,逢合国这件事,就是逢逢合合,收收宝宝,堆堆砌砌, 实际上有些什么用呢,我不明白,等于当日,世银,啊,你发现了哦,竟然,哦,原来你要遵某军的时候,怕某军不高兴啊,就会将那个标准,在那里拉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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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些,不是叫遵就,是什么呀,什么叫遵就啊,是将条线越滑越低越滑越低,情况和拜登的移民政策一样的, 所谓签,啊,就是将那条线拔走,所谓就,啊,就是开门,啊,给一些想渗透进去的分子进来,可以堡垒,从来都是由里面崩破就是这个意思了,那当然啦,加拿大方面呢,似乎啊,就不需要渗透,都可以做到这样东西了,那些叫什么呀,自动波,那你说,在那里唱衰那些正体各样的,啊,对你有什么益处呢,到底你是不是收钱做的,哦,我也想,就没什么钱收,其痴,他衰还衰啊, 还是想去改善,还是要其他的人去争取,而不是,我不明白那个逻辑的,啊,就说什么,嗯,将那些正体,啊,说到衰一衰的时候呢,就令到,啊,其他人失望不去做事,不是反过来的吗,跟你说这里,那些火险,水险很高的时候,啊,不是应该,啊,你反而走去保湿个源头,防止这个漏洞的吗,可以反过来说的,啊,还是赞啊你,几好啊,啊,卡斯杜鲁多有当选啦,你就看下他去派钱派得多久,就看下自己的自由, 啊,失去了几多分,加拿大,啊,还适不适合人民居主,这些东西,我想,啊,连任之后,再过多几年,啊,就会交答提簿的啦,时间不等人,那又无需优怀丧志,这个,啊,都是加拿大人民的选择,世界人民的选择,当然啦,你可以说他们被代表,但是,啊,如果换醒的人足够多,啊,就不会被代表得到啦, 实际,很多人都是上班的,就是这样样,好,今天讲到这里,把警察道理进去,那些手法一模一样,啊,